挖牙挖黄老师素颜出席活动,正脸照与网络判若两人,网友惊呼差距太大,果然美女只能活在抖音里,美颜一开,谁还不是一个美女呢? 近日,因为一手挖牙挖火遍全网的幼儿园黄老师出现在了隋州,并与隋州文旅局局长一起拍摄视频,为家乡的旅游业进行宣传。 由于黄老师的名气实在太大了,吸引了不少网友纷纷到场拍摄,我们看到黄老师的现场状态非常好,一桌大方打扮也素雅, 可细心的网友发现黄老师的正脸照与网上看的判若两人,要知道在抖音里的黄老师可不是这样的,虽然他总是用侧面示人,但清纯的模样和初恋般的微笑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心,更是被大家称为了全世界最美的老师。 然而在这次与文旅局局长拍摄的视频中,黄老师的相貌与网络上相差甚大,很多网友形容侧脸是黄老师,但正脸就不大认识了,看来黄老师很会利用他的侧脸呀。 其实小编觉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大家都想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呈现在网上,更何况黄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乐,而他的笑容也是非常具有感染力的。 总之黄老师给人的感觉都是很接地气,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对别人的样貌有太高的要求,毕竟大家都是普通人。 那么对此大家如何看待呢?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 在什么样的水中,挖呀挖呀挖,种什么样的种子,开什么样的花。